今天做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东西吧 又比较好玩一点的东西 类似布丁一样的东西 其实我以前学过杂技 你信吗 演示一下给你看看好不好 好 没关系 这个很久不玩了 你看特别溜 掌声在哪里 我今天买的这个是新奇事的橙子 还蛮好的 所以我们就挑选那些比较厚一点皮的橙子 因为我这个制作需要 你看这个切开里面还是颜色蛮好看的 因为我这边没有那个榨汁机 然后我们就用最严实的方式 用我的双手去挤压它 那么这个橙汁的量有多少呢 就要看你的力气有多大 力气越大 出来的汁越多 绝对是锻炼你的这个过力 橙汁已经弄好了 但我们可能稍微要过滤一下 为了它的口味变得更 怎么说更好一点 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糖 然后呢我们今天里面放的这个东西啊 就是穹脂粉 橙汁的话大概是200多克 所以200克的橙汁 我们就加两克的穹脂粉就好 又要用到我们的加热的电磁炉了 加热的目的啊 并不是要把它烧开煮沸 我们主要是为了让这个糖还有这个穹脂粉啊 更好的溶于这个 橙汁中 这个橙汁中呢有很多的维生素T 如果你超过60度以上的话 它这个营养成分就被破坏了 所以我们还是只要把它加热到60度以下 然后差不多溶解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呢家里最好找两个这样的碗可以把它固定住的 不然等一下东西倒进去以后呢 它就会移动 然后呢你就把这个放在冰箱里 大概15分钟左右就好了 放在冷藏就可以了 好我们趁这个把这个刚才那个做好的橙子放到冰箱里的这个时候呢 我教教你啊 如何用一个非常非常快的方法可以把这个橙子的皮给去掉 但其实我刚才放冰箱的时候我就想了想 像现在到了这种东北可以在地摊上摆着卖冰淇淋的季节 其实如果你不需要时间太快的话 其实放在窗口啊 吹一吹也能够结成那种我需要的那个状态 就时间久一点而已 剥下来的这个皮的大小就是你刚才在这个橙子上面 刻的这个刀印的大小 这样子的话完整的一个橙子就剥好了 非常的方便非常的省力 嗯 好甜啊 这个橙子已经好了 稍微冷却了以后有点缩水的感觉 但没什么太大问题 我们今天这个作品就完成了 我们等一会儿啊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拿出去给我的朋友们去试一下 然后我们把真的和假的放在一起 看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们要看这个橙子 嗯 就混在一起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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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